那麼我為加薩解決燃眉之急 宛柔帶我們了解 受到以哈戰爭的影響 加薩的計畫可以說是非常的嚴重 尤其在北加薩的部分 因為受到以色列的封鎖 糧食要進入北部 可以說是非常的困難 不過現在以色列願意妥協了 就是因為他們加入了 一個援助試驗計畫 他們要從加薩北部 要運送物資到北邊這邊來 預計是有6輛卡車 要從加薩北部 從以安全圍牆第96號門 來送物資 那麼其實以色列軍方也說 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其實就是要防止哈馬斯 半路把物資給劫走了 所以當然有一些提防 但次元人員其實也坦言說 整個檢查手續繁瑣 可以說是物資匮乏的主因 加薩的人道危機 現在連歐盟外長都認為 是人為災難 而且飢餓被當作戰爭武器 再交給婉柔 為了援助加薩的難民 其實國際很多國家都在運送物資 目前有幾種方法 當然最方便的就是陸路了 不過因為人為因素 現在可以說是被關閉的 海上的部分 也有西班牙的有一艘救援船 是從塞浦勒斯來出發 當然我們之前知道 空投也是有在用的 像是美國等其他國家 有用空投物資 但是空投其實還是緩不濟急的 所以這歐盟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高級代表波瑞爾 他就直言說 其實這場的人道危機 並非是天災 而是人為造成的 飢餓被當作了一個戰爭武器 他認為現在應該要用烏厄相同的措辭 來面對這個尾巴戰爭的 現在加薩衛生部 他們也有了新的數據 他們就說了現在整個戰爭 已經造成了3.1萬的巴勒斯坦人喪命 而且大部分的都是婦孺 一艘載滿200噸食品物資的船 從塞浦勒斯啟程前往加薩 那麼被認為這是海陸救援計畫 但是也有他的艱難之處 再請教婉柔 加薩民眾的飢荒到底有沒有解呢 先來看到在戰爭前 每天是有500輛的卡車 運送了200噸的物資到加薩這邊來 不過截至3月1號到3月10號 這10天 現在平均每天只有162輛的卡車 可以順利進入南加薩 等於現在整個加薩 有57萬人是面臨飢荒邊緣的 其中有30萬人 都是在北加薩的部分 空投到底有沒有效呢 其實在3月2號至今 已經空投了4535公斤的食物 但是空投也是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他的花費高 再加上民眾可能會爭搶 還有包裹摔破 甚至可能會有砸傷人的危機 現在大家就說 我們就來走海路吧 剛剛有提到 就是這個塞浦勒斯出發的 這艘敞開雙臂號 目前在了世界中央廚房糧食 上面有什麼單紙 米 麵粉以及豆類 罐裝蔬菜以及蛋白質 通通都在這艘船上 只是東西運送到了加薩這邊來 現在有一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這個臨時港口 根本就還沒有蓋好 所以像外界在看說 這個糧食到底能不能 準時送底到加薩這邊來呢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掃描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訊息 帶你一手掌握 在加薩爾很多人為了活下去 吃動物用的飼料 甚至還有人生吃鮮圓狀 機場碌碌的巴勒斯坦兒童 拿著鋁盆鐵罐不但敲打 希望能夠吸引蠱鋒的注意 早一點讓他們吃上一頓 難得的纏豆餐或扁豆飯 除了孩子之外 隊伍中還有長輩和婦女 他們說早上10點不到 這個供應區就已經排滿了人 而且要等兩三個小時 直到飯點時間一到 才能開始公餐 艾爾提克爺是加薩南部城市 拉法的一個慈善中心 每天要為上千位逃離到此地的 巴勒斯坦同胞 提供沒有番茄 馬鈴薯等配菜 也沒有胡椒調味的最陽春餐點 只因為以色列控制了 生活物資的運送 讓他們面臨巧腹難為 五米之吹的困境 好不容易拿到餐點的孩子 急急忙忙蓋上鍋蓋 生怕打翻了這份寶貴的餐點 但是鐵欄杆外 仍有那麼多大小孩子 還沒領到他們的餐點 儘管中心派出了好幾位志工 在現場幫忙 卻遠遠滿足不了孩子們 想要早點領到餐食的渴望 世界糧食計畫署 甚至提出警告 加薩地區幾乎無法避免 大規模飢荒的發生 聯合國人道事務 暨緊急援助計畫負責人 葛瑞菲斯更致函聯合國安理會 呼籲成員國採取行動 禁止把平民的饑荒 當成一種戰爭手段 然而這樣的意見 卻看不到任何改善 以色列部隊依舊採取強硬的態度 阻止各種援助進入加薩 聯合國人道事務協調廳官員 傑拉辛漢表示 加薩地區約有57萬6千人 已經瀕臨饑荒邊緣 佔總人數四分之一 其中有六分之一的兩歲兒童 出現營養不良或體重過輕的情況 這些迫在眉睫的問題 卻始終不被國際社會 及以色列政府所重視 慈善中心總監埃德也說 因為缺乏肉類和蛋白質的補充 他們提供的陽春餐點 還是讓孩子們感覺吃不飽 這時候許多志工 就會減少自己餐點的份量 把多餘的食物分配給需要的人們 不過拉法的情況已經是 比上不足 比下有餘 算是稍微好一點的了 因為11歲的謝哈達三兄弟的情況 更令人不忍 因為受不了飢餓 冒險跑來戴爾巴拉赫 難民營投奔姑姑的謝哈達三兄弟 如今終於可以吃上 還算美味的國際援助食物 他說他們當初還在老家的時候 食物短缺的情況更為嚴重 就在母親和兩個年長的哥哥 在轟炸中喪生之後 他和弟弟常常只能兩天吃上一餐 而且吃的是餵養家禽家畜的動物飼料 其實我們私有吃到�chet 熟餅糖 煮好的料理 煮真是 你吃到餵餣 我吃到餵餵這個烺威 有この烺威 這烺威 我們都吃了 我是誰吃到餵餵 我們吃到餵餵 含了市 Ne had a tug 我們吃到餵餵餵 強我的威 我們吃到餵餵 在也受不了的三兄弟 大胆做出决定 以不告而别的方式 离开还在老家的爸爸和奶奶 结伴来到戴尔巴拉赫寻找姑姑 也顺利落脚在姑姑居住的 难民收容区里 当一切安顿好之后 萨德才告诉父亲和奶奶 他和两个弟弟 已经住进姑姑所在的帐篷里 尽管父亲和奶奶非常讶异 不过这就是战火下的颠沛流离 即便三兄弟的父亲和奶奶 再舍不得 也不得不默许三兄弟的做法 或许这是三兄弟 得以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 只不过加差生活物资的 短缺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看看马旺一家的情况 可能会更清楚一些 马旺一家人可不是吃着 黄瓜一类的食材 而是沙漠中常见的植物仙人掌 这已经是马旺家里仅剩的食物 马旺说生活在饥荒中 他已经别无选择 只能从边境搜集仙人掌来冲击 没有任何烹煮手法 就是简单的把仙人掌 切成长条生吃 因为这是他们最后赖以为生的机会 别看马旺一家人好像吃得津津有味 但是马旺自己表示 一个月来都吃仙人掌 已经让他减轻了30公斤 他说他不清楚仙人掌 到底算不算是食材 不过他已经非常感谢真主 让他还有东西可以吃 即便生吃仙人掌并不美味 然而比起那些没东西可以吃的 同胞手足来说 他算是非常幸运的人了 根据植物学和医学研究资料来看 并非所有仙人掌都能食用 因为仙人掌含有一定的毒素 及麻醉成分 如果吃到非食用的仙人掌 很有可能出现神经麻痹的症状 另外根据中药点击记载 仙人掌胃苦性寒 虽然有不错的清热解毒效果 但是服用过量的话 则会导致腹泻 只是身处在烽火四起 物资封锁的环境下 马旺也已经没有选择 为了活下去 他还展示辛苦保存下来的仙人掌 因为再过不久 可能再也找不到仙人掌了 这就是现今巴勒斯坦人 在加萨的生活实况 甚至有些家庭都已经揭不开锅了 缺乏食物 缺乏干净的饮水 缺乏燃料 在什么都缺的条件下 巴勒斯坦人形容他们 就像是生活在地狱 而且被世界遗忘的一群人 为了减缓加萨可能面临饥荒 和传染病的危机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 还特别亲自出马 搭上运输机 向加萨沿岸地区 空投一批粮食和医疗用品 希望能为巴勒斯坦百姓 解决生存上的困境 约旦官方宣称 空投的物资中 包括大量以防水材料 包覆好的现成饭菜 就算部分物资落入海中 也能避免被水禁湿 约旦的空投行动 一共出动四架运输机 其中还包括一架 隶属法国空军的C13栋 约旦的空投也引来 成千上万巴勒斯坦民众 到目标区准备减食 甚至还有人搭乘小船 到海上收集这些物资 不过也有记者拍摄到 一艘不明国籍的巡逻艇 对驶入海中的巴勒斯坦小船 发射机炮试景 迫使这些船艇改变航向 赶紧往岸边靠近 避免遭到枪炮击中造成伤亡 不过越旦政府仍然强调 国际社会必须加倍 向加萨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避免已经成为灾难性的人道危机 进一步恶化 不过根据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的 最新消息显示 和一月份相比 二月进入加萨历代的人道援助 减少了50% 主要原因包括国际间缺乏政治意愿 当地的军事行动 及生活秩序崩溃有关 加上关闭了进入这个地区的两个口岸 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不过以色列方面则是将 进入加萨物资流量锐减的助因 归咎于联合国和巴勒斯坦 未按规定执行相关作业 这两方必须为此负起全责 但是真相究竟如何 或许公道自在原先 您现在收看的是 TVBS新闻台 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